再來要講的是銀繩解 我們有教 這是可以伸縮的 那這個解壓重點就是在 直的 就是要分成直的 它是綁住東西然後可以伸縮的 一般來講是用在錄影裡面的 在綁帳篷的銀柱銀釘的 綁帳篷的銀釘 不是銀柱是銀釘 那怎麼伸縮呢各位 首先是長的 一定要分區有長的跟短的 長的是上面這一條 重點不是怎麼繞 是長的短的分清楚 因為要繞對條 我們用短的去繞 首先這條長的 我用短的這一條先去壓住長的 壓住長的 壓住完之後朝長的裡面這個圈圈 繞兩圈 壓住完之後 一圈 太短了 一圈 兩圈 兩圈 兩圈完之後呢 我們把它拉到外側 一樣對長的這一條 壓住 一樣壓上去再繞一圈 這樣就做完了 做完之後呢稍微調整一下 長的這一條一定要弄對 不要弄錯了 長的是這一條 長的是這一條 這樣 兩個圈 記得要穿過去 把它穿好了 好 這樣就兩個圈了對不對 三個圈了 整個把繩結縮完之後 你會發現有三個圈 那這個繩結怎麼用呢 我看我用力拉 它不會變形對不對 但是它可以調長度 怎麼調 抓住這邊 抓住三個結 就可以伸縮了 假設你靈套在固定的東西上面 它的繩是鬆的嘛 那怎麼弄緊呢 就抓住它 往後拉 繩子只有整個被扯緊 所以它是可以伸縮長度的 好 再做一次 記得 口訣叫做內兩圈外一圈 但是重點不是怎麼繞 是長的那一條 短的要分清楚 簡單說就是要繞對條 好 短的是下面這一條 那我用 我來繞一下 這次 我用直的做好了 好 短的 去壓住長的 朝內繞兩圈 一圈 好 直的要弄清楚 兩圈 繞完之後呢 我們把直的再拉 拉直 好 接下來繞完之後呢 把它拉到外側來 然後去壓住 外 一樣齁 壓上去之後 繞一個圈 要穿過去自己齁 不然它沒有 會打不到結 好 做完之後呢 我們把結調整好 三個圈圈 很容易認 一看就要對或錯了 好 就可以伸縮了 好 這是銀繩姐 錄影的銀 繩子的神 銀繩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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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